南韩女星尹恩惠与金中国的绯闻传了17年,虽然两人至今不曾承认过交往,但这对荧幕CP却一直不曾被观众遗忘。 连Running Man主持人主持群也不时会拿死开玩笑。 在某一期Running Man中,刘在时曾公开表示,自己2022年的首要目标就是促成尹恩惠出演Running Man,引起网络的热议。 不过,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尹恩惠能出演节目。 当时,刘在时正问金中国同意不同意邀请尹恩惠时,宋志孝突然插话问,为什么只询问金中国的意见,不问他? 宋志孝的发言也是刘在时没有想到的,他当时先是愣了一下,紧接着才问宋志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。 宋志孝很干脆的说,他反对,展现嫉妒之情。 看来,尹恩惠出演Running Man这件事想要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。 虽然尹恩惠未到Running Man,但和刘在时在节目《玩什么好呢》上相见了。 这是继X-Man之后,两人时隔17年在于荧幕上相见。 女方才揭开面具,她就忍不住握住对方的手并大喊,恩惠啊,欣喜之情易于言表。 尹恩惠因戏剧表现亮眼,很多人都忘了她是歌手出身。 她过去是女团BabyVOX的一员,只是中间曾历经声带节节,让她一度对唱歌非常没有自信,后来也鲜少对外公开拿起麦克风。 但心中对歌唱的热情一直没有熄灭,这次会来参加节目,也是希望能以歌手的身份堂堂正正地站在大众面前。 在世生舞台中,她演唱2A1,Lonely,身后略带沙哑的声音相当有魅力,一唱完便引来全场掌声。 前段时间,演员尹恩惠在个人的YouTube频道内首次提及了自己的前男友。 尹恩惠称,曾经把男朋友给我发过的短信都记下来,写在小本子上作为礼物送给他,对方也是个不错的人。 男方看着自己短信逐渐简短,发送的频率变少,表示自己非常抱歉。 而金中国曾在2018年出演《我们家的熊孩子》提及了自己的前女友。 他称,前女友曾经把我发的短信亲手写下来,还叫我王子大人。 因为两人有着太过相似的经历,所以很多人怀疑在饮恩惠回忆中的前男友就是金中国。 从二人出演节目时的反应来看,网友们更加坚信,金中国和饮恩惠曾经在一起过了。 在综艺X-Man中,当时金中国在玩当然了游戏,即使不管对方提出了多犀利的问题,你也只能回答当然了,否则便会输掉游戏。 在玩游戏时,金中国被问到是不是讨厌饮恩惠。 他为了不让饮恩惠听到他那句当然了,便用双手掩着饮恩惠的耳朵, 暧昧举动成为综艺节目中经典画面,引发网友的无限下降。 2006年3月金中国入伍,期间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第四封信《竹大哥爱你的话》找来影恩惠担任MV女主角。 虽然碍于金中国当兵不能露脸,只剩背影入镜,但两人上演捧脸,背后拥抱等亲密互动,让绯闻传得更加热烈。 在2018年时,宋志孝曾以特别主持的身份出演《我家的熊孩子》,刚好这是金中国固定出演的真人秀。 他也在现场见到了金中国的妈妈,对方更甜喊,宋志孝是我媳妇。 还有,Running Man12年,韩国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都曾出演过节目,但影恩惠却一直在特意回避。 从X-Man下车之后,他就再也没和金中国捅宽过。 从顶流到淡初舞台,影恩惠的经历也让人唏嘘不已。 首次出演电视剧《宋志孝》,宋志孝还在里面给他当配角。 在剧中,影恩惠饰演帅奸的皇太子妃,扮相虽称不上经验,但却胜在清纯可爱。 与孔刘合作的咖啡王子一号店扮演一个坚强的假小子高恩灿,留着短发的影恩惠干净帅气。 在《想你》中扮演绅士悲惨的李秀妍,影恩惠在剧中的穿着打扮也被不少粉丝争先恐后地去模仿。 本该可以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他,却因抄袭世界,殿下神坛。 2015年,影恩惠参加一档综艺《女神的新衣2》,在里面凭借着独特的设计眼光,一举拿下了冠军。 不过,不久后,却被一位原创设计师指出,影恩惠抄袭自己的作品,引发网友们的热议。 最后,设计师直接晒出自己的作品图,且时间是早于影恩惠的设计。 影恩惠才迫于舆论的压力,公开回应,感到非常抱歉。 如今37岁的他还是处于单身状态,偶尔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动态。 希望他能够早点走出事业低谷吧!